一个电刀,一个无忌,一个弃血之刃,加上一个宗师,最后再来一件破军,光有这些还不够,应该还要搭配三无双,七货元,十多岁,十有眼,召唤师技能,我们就选择狂暴,就这样,一台新的杀人机器,夏侯敦,诞生了,实测,这一套明文和触摸,可以让夏侯敦的暴击率达到56%,暴击伤害提高至250%,同时狂暴,弃血之刃,加上明文吸血, 还有夏侯敦的被动,吸血效果可以做到70%以上,在团战中我们可以做到战如不倒,废话不多说,下面我们直接进入实战,对面的老夫子已经跑到我的后面清兵线去了,此时对面的中单过来支援,一胖就轰晕了我,一技能窜到我的身旁,对我释放了脑瓜崩,我们夹在两人的中间,我们开启二技能开启狂暴,与他们硬刚,先把墨子撂倒,随后赵云赶来,我们先用一技能 击飞他们两个,随后开启二技能,一个普通攻击,送老夫子回家,接着我们大招赵云,回头一个普通攻击,让赵云领了盒饭,开局我们就拿了一个三连决胜,前期我们的狂暴那是相当的好用,配合被动吸血,对面来两个人我们根本就不怕,明文召唤之技能,四可行,等级来到八级,慢慢的进入中期,此时我们的夏侯敦,面对对面的老夫子,即使他开启了二技能, 伤害那也是依然的可观,九级以后我们有了电刀,一路冲破了对面的二塔,满血的老夫子在我们的手上,也撑不过了几刀,我们会慢慢的发现,他的身体越来越脆了,前期的出桌,五颗星,来到十一级,无尽有了,此时我们再面对老夫子,他依旧开启二技能,对他的伤害好像比起前期没有什么变化, 但是对对面的蔡文鸡来说,那就高得很了,三两个普通攻击就直接把他拿下了,接下来我们再去追老夫子,此时的老夫子已经是瓮中之鳖了,无论他往哪跑,我的大招就要好了,一个飞刀过去直接送他回去啊,不过令我没想到的事儿,我回头清兵线的时候,赵云突然从草丛里赶了过来,吓了我一大跳啊,连忙举起我的刀,三个普通攻击,我们又送他领了一盒盒饭,上路已经被我们杀穿, 我们来到中路,吐吐热闹,刚好射手也跑了过来,我们一技能把他击飞,一个普通攻击过去,即使他释放了闪现,也没能跑掉,我们这套出装和明文,打脆皮,五颗青,左手一点,宗师已经出了,接下来我们的伤害会更高,来到下路,碰见满血的墨子,先开一个二技能,一刀暴击,再来一刀暴击,两个普通攻击,我们直接解决他,这伤害,简直是爆料,到了后期,在我们这套出装, 出装和明文之下,对面的射手那就不能露面了,让我看见他,那就是一个大招过去,一刀直接秒,摸完射手我们就走,活脱脱的就像一个刺客,以后,谁也别跟我说,下狐蹲是一个坦克了,不过实话实说,这套出装和明文还是有一定缺点的,比较催,怕控制,被控住了,我们就催,只要不被控住,我们狂暴一开,在团战中也能坚持很多时间, 怕的就是想打别人,打不到,吸不到血,那就玩完了,时间来到超级大后期,来到了一波定胜负的时候,此时,我们的下狐蹲已经出完了最后一键出装破局,一方射手过来,我们直接一个大招过去,二技能普通攻击拿下,剩下莫子就像溜,我们赶紧追了上去,给他补一刀二连击破,随后老夫子开着二技能就过来了, 我们也开一个二技能补点护盾,随后一个普通攻击,三连决胜,接着赵云赶来,一个大招想定住他,二技能一开,一个普通攻击,一个暴击,我们四连超凡了,此时,对面只剩下蔡文姬一个人,看他的样子是不准备送我五杀了,不过我还会想办法,我的大招此时好了,回头一个飞刀,飞了上去,接着我们开启二技能,扛着对面的水晶,追上蔡文姬,啪啪两刀,横扫先军,五杀已经没了,不过这一波大局, 也已经定了,对面已经团灭了,总结一下,这套出装和明文,玩起来很快乐,但是快乐不能快乐在排位里面,小心封号哟,匹配玩了玩也就算了,好了,谢谢您的观看,期待您的关注,我是豆豆,我行,你也行,我们下期再见。